欢迎收听古风穿越爆笑言情剧 第一交 第三百六十九集 故人 要是头不大 怎么能做出这种蠢事 就在长青默默吐槽之际 荣衡悠悠一叹 同情地看向那姑娘 生的标志 舞也跳得好 倒是可惜了 不过 能得你收作异昧 也是她的福气 算是因祸得福吧 本燕三皇子边一脸惆怅道 唉 本王倒是很想将她带回本燕啊 可惜 她是大夏朝的人 家中父母又都葬在此地 舍不得走 本王如今在贵朝 可以招呼她 可若是本王回了北燕 真是担心 她一个弱女子 该如何生存啊 别又被那些恶霸凄凌了 长青无语地眼珠上翻 荣衡跟着一脸担忧 倒的确是个问题 不如趁着你在 给她定下一门轻事 有了夫家庇佑 也就无碍了 北燕三皇子深深看了荣衡一眼 小王也是如是想 可这一时半会儿 去哪找合适的人家 她虽是本王的义妹 可到底实际出身太过危害 那些高门子弟怕是瞧不上 穷苦人家 我又有些舍不得 嘖嘖一声 被燕三皇子又道 哎呀 你看他 长得好 舞跳得好 诗词歌赋也样样不差 荣衡一脸好奇 这么优秀的姑娘怎么沦落到要卖身葬妇呢 想要精通歌舞诗词 在我朝 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才能做到 她家原先也是傅叔 父亲经商 遇上山贼 被打劫了贷款 一夜之间家财散尽 父亲又吐血而亡 这才沦落到那般境地 荣衡怜惜地看着她 真是可怜 北燕三皇子眼见荣衡如此 便试探道 殿下宅心仁厚 不知可否帮小王解决了一个难题啊 她虽出身不好 可到了现在也是本王的异媚了 给殿下做个妾 也不算辱墨殿下 长青 你以为我家殿下傻是不是 荣衡 好 长青 惊呆了 殿下 您刚才不是不傻 现在怎么又傻了 荣衡圈了长青眼 目光赫赫 不要多事 长青 奴才怕您回去挨揍 北燕三皇子也很意外 原以为要说很多话才能劝服荣衡 没想到他这么干脆就答应了 疑惑地看着荣衡 北燕三皇子不确定道 此话当真 荣衡笑道 自然当真 不过 本王有条件 什么条件 荣衡道 第一 他既是作为你的异媚嫁给我 身份自然是北燕的郡主 郡主该有的嫁妆 你要给他置办 北燕三皇子 啥 荣衡忽略北燕三皇子面上复杂的表情 继续 第二 本王说他为妾 既是帮你的忙 你就应该按理答谢我 北燕三皇子 如何答谢 说别的都显得太过虚假 真金白银比较实在 本王一贯是个实在人 雨落 荣衡伸出一把手 本王不多收你的答谢费 白银五千两 良心价不多 北燕三皇子 这和他想的不大一样呢 难道不是荣衡在他的刺激之下 心头苦闷烦躁不堪 恰好这个时候 他美貌又多彩的一味出现 让荣衡在苦闷中 仿佛看到了一缕天光吗 怎么眼下荣衡像在跟他做交易啊 北燕三皇子朝他一妹递了个眼色 一妹会议 当即停下舞蹈 叠着小碎步上前 朝荣衡迎迎一扶 温柔轻巧 一双简秋 端得是情意绵绵 小女凌霜 早就仰慕九殿下 不臣想 今日今日仅是有缘见到 凌霜敬九殿下一杯 肃软的声音 像是要把谁的骨头都给化了一样 荣衡看着他 你认识本王 凌霜红着脸 满面娇俏 五年前 小女在桃花林 与恶霸缠身 意外得殿下一救 殿下贵人事多 许是早就忘记 救命之恩 凌霜确实莫尺难忘 荣衡一惊 五年前 他的确是救过一个被恶霸欺凌的姑娘 没想到 竟是眼前这个凌霜 会有这么巧合之事 肃轻说过 所有的巧合 十有八九都是人为安排的 这话他信 媳妇说的 笑容一暖 荣衡道 没想到 时隔五年 居然还能见到 的确是缘分了 被咽三皇子意外了 荣衡和凌霜 还有这么一段 圈了凌霜一眼 被咽三皇子笑道 哦 既是有缘 荣衡笑道 缘分珍贵 岂能用金钱衡量 五千百亿免了 你只把他的嫁妆 送到府邸就是 被咽三皇子 怎么还要嫁妆 荣衡笑道 要嫁妆 我也是为了他好 毕竟他出身不高 而我府中 正妃侧妃身份都不低 他若嫁妆再不高点 日子怕是难熬 被咽三皇子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啊 好说 凌霜既是小王的义妹 小王便按照郡主的规格 给他置办嫁妆 不过凌霜嫁过去 殿下可要保证 不能让王妃欺负了他 荣衡点头 去个好说 一定不会 常情 他觉得 他家殿下 离死不远了 至于这个凌霜 王妃自然不会欺负他 福星大概会 直接抽死他吧 他家殿下 这到底是下的什么棋呢 他怎么有点看不懂呢 顿了一下 荣衡笑道 你若是不放心 今晚上的晚宴 不如带凌霜去敷宴 到时候 我当众宣布赢他进府 被咽三皇子 事情发展的速度 完全不在他的掌控范围内了呀 荣衡居然主动提出这种要求 这一刻 被咽三皇子开始怀疑 荣衡是不是在打别的什么算盘 可去着荣衡的神色 又实在不知道他这么做能有什么好处 难道是当真心悦凌霜 急着想要把人带回府去 虽然凌霜的确是个游物 可荣衡这反应 北宴三皇子心头乱了 凌霜红着脸 一副小鸟依人柔媚的样子 立在荣衡一侧 满目的爱慕 日后凌霜 一定好好服侍殿下和王妃 荣衡温柔地笑了笑 转头看向北宴三皇子 这件事 你若同意 就这么定了 不过 凌霜是你异媚的事 最好还要有货真价实的文书 不然商骨出身 到底容易招人口舌 北宴三皇子心头转着心思 硬道 结拜之事 文书好说 只要本王亲自写了文书 再加盖上本王的丝印 他便是真正的郡主了 那你带了丝印了吗 点赞评论分享 是最好的催更方式 更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